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H1B工作签证申请信息 我们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录制新的视频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世界有更多的动荡 我们当然也十分关注受到影响 今天我穿的服装也是有蓝色黄色配套 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和很多我们生活在社区环境的其他人一样 我们也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的斗争 我自己在微信朋友圈发过一些相应的文章 今天我也希望讲到我们的观众 如果和我们有同样的观点、立场、见解的 你可以通过email发给我你相应的发这样文章的截图 比如说在朋友圈转发各种这样支持反抗侵略的截图 那么作为感谢、鼓励 我们会发给你比如说关于H1B申请需要的cover letter 或者艾斯85绿卡申请需要的cover letter等等 或者我们也可以相应的解答你希望了解的问题 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微薄的力量 像这样 下面我们继续讲关于H1B申请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号 H1B抽签现在就正式已经开始了 那么抽签的窗口是从3月1号到3月18号中午 注意不是到3月底 所以时间窗口比较短 要注意抓住时机不要错过 那我们知道一开始是这么一个注册的过程 今年的注册的要求和往年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类似的 然后抽签的要求也是类似的 在川普时期曾经有消息说抽签要只给工资高的人才容易抽到等等 后来这些筹划中的变化后来都被废止了 所以现在抽签仍然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像这样的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参加抽签的人逐年在增加 我们现在这个抽签是2023财政年度的 那抽到以后比如说批准以后是从2022年的10月1号开始生效 那这个在过去两年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2021财政年度有27万多人参加抽签 在2022财政年度有将近31万人参加抽签 人数是在逐年增加的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抽签抽到以后又放弃了 所以呢像上一年移民局后来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抽签 后来还是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抽签这个步骤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你即使现在比如说还不符合H1B申请的签证身份要求 比如说这万货面还没有批准 或者有其他一些情况也可以先注册参加抽签 只要有雇主支持就行 理论上呢个人是不能够抽签的 需要雇主或者是雇主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来做这个抽签的工作 那么抽签抽到以后呢 申请人需要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准备完成和提交H1B的申请 那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呢 需要I129表格 当然需要相应的费用 具体的呢根据公司大小等等而定 然后呢那先要向劳工部提交LCA的申请 在劳工部批准了以后呢 向移民局提交后续的申请 那申请的时候呢 你当然需要有petition letter 需要有个人的材料 需要有雇主的材料来说明 具体的在哪一些方面呢 那雇主的材料呢 需要表明雇主有这个专业工作方面的需求 然后呢有这个相应的财力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那么需要提供个人的简历 这个文凭成绩单 以及过去的工作经验的证明 如果有的话 表明个人有条件来做这个专业工作 他的过去的背景和这个工作是相应的对口的 那这些呢是基本的要求 那这个从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总结来看呢 在拜登上台以后 总体来说 美国移民政策趋向宽松 H1B签证申请比以前更容易批准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在美国攻略网站 或者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上面的一些近期的文章 里面呢有我们处理的H1B和O1等等的案例 还有批准书 我们为很多专业人士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 科研人员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IT工作者 还有做这个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以及等等 各行各业的很多专业人士 取得了工作签证的批准 包括有直接申请批准的 也有这个transfer换雇主的 也有在收到RFE以后联系 我们帮助回复取得批准的 甚至也有被拒了以后 经过我们帮助上诉取得批准的 总之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这个呢是关于H1B申请 那从大的趋势方面 大家了解到 目前呢 美国还是比较缺少工作人员 缺少劳工的 所以呢 我们预测这个工作签证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那所以如果你符合条件 有这个机会 应该抓住这个窗口 尽快开始H1B的注册 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抽签抽到以后呢 就可以办后续的申请 批准以后呢 这个等到新的财政年度 10月1号开始就可以工作 当然如果你以前已经拿过 这个不受CAP限制的 比如在公司里支持了H1B 那么就不用再抽签了 这个如果万一抽签没有抽到 怎么办呢 那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此前提到的一些别的文章和视频 可以考虑办其他类型的工作签证 比如说O1 L1等等 或者呢 如果有EAD也可以 比如说H4 EAD L2 EAD J2 EAD 当然也包括F1 OPT OPT延期 以及其他的类型 然后呢 这个如果你符合条件吧 当然也可以开始这个绿卡的申请 比如用基于I485的EAD 也可以工作 总体来说 各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好 那么今天呢 是2022年3月1号 我们提到 那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然只是在 处在平静的生活 同时呢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 还存在有战火 大家也希望能够 殷切的盼望 能够和平 尽快的能够恢复 能够到来 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 美好的生活 好 那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2年 H1B工作签证信息 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另外可以注意 我们在这个视频开头 讲到的我们的承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